今天是連續各位的第二天 國土的交通量 有個是平常時的一點數月 中途一後就出現出油車條 另外起上宿也提醒說 這個看年糕這個氣溫 是越暗的路律 會轉做的粉 就讓沙巴的這個氣氣 另外因為當北桂風 跟粉比較有影響 想要看到這個完蛋的鳥 無法講可能要看運去路 不就面向看完蛋臉 射出一些鐵圖 再去國土的路方大海上一路很順 國書公路協議說 看年糕的交通量 是100坡600萬車公里 是日本軍平行的1.4倍 一定中途過後 國土就會出現出了鐵圖的車丁 在下午4點之後 一直持續到晚上也會有車流 路線選擇的部分 建議要走國一國三的部分 可以改走台61線 南投往返台中地區的部分 可以改走台63線 國書公路協議 會不會開始升級的鐵圖的路段 包含連接國土的快速公路 北部是台65線接國三的土層交流道 中部是台61線中中大橋南投的路段 南部是台86線人得到關廟路段 想要出發鐵圖看年的民眾 如果要注意鐵圖的時間到路段 出門也要記得帶好久 中央紀想書表示 看年會越暗越冷 有感覺的降溫 而且落後的機會會怎麼會增加 如果想要在旁邊看出人 可能就要看溫氣 東半部也是會受到雲峰病人影響 中部的山區會受到風神水氣通過 所以雲量也是偏多 所以各地的雲量都是偏多的一個狀況底下 看到曙光的機會可能就是要碰一些運氣 但是如果雲是散得比較快一點點的話 在雲峰中可能還是可以見到一點太陽 氣象書提示 無論是出發看年還是看出人 穿燒的衣服不可以 一定完蛋日下開始 塞半部的水氣減酒 全為水分的天氣 全台灣的運動為拜日日下開始回運 記者綜合報道